沒多久之前 有一個資深的傳媒人在電台的節目中說 看山水有相逢 看到阿里斯奇的角色媒妹晚年的生活 會想起白雪仙女士 那梅劍仙又會令人想起哪一個前輩呢? 在電影中 梅劍仙有用到戲迷情人這個稱號 而在電影中 模仿六月雪 但是在電影中播放的一段戲中戲 有人看過片段 就覺得王韻詩穿上狀元帽有點像喝 不知道大家覺得像不像 有網友說 其實在電影中 梅劍仙最初女裝扮相拍戲不行 要反串男裝才會紅 這種元素可能是來自另一位 演藝界前輩李鳳星的 因為她也是初初以女裝拍戲 觀眾不多接受 要反串做男角色才會有 觀眾喜歡喔 李鳳星的戲呀 我小時候有沒有看過呢? 好像看過她做唐三藏 我最記得她這個唐三藏被人混了下井 然後喊吳能的小小聲 喊吳空就很大聲 大聲到我覺得 就算吳空被金箍棒塞著半邊耳朵 都應該會聽到的 所以呢 其實啊 用女角反串去做唐僧 香港的粵語長片 早過日本很多 不過李鳳星女士 後來適應之後 做了拿督太太 連同她的丈夫 和前妻生的子女 加上她自己生的子女 有十個子女 有二十幾個孫 兒孫滿堂 和梅劍仙是很不同的 所以呢 有人就說 除了 梅劍仙是有點像尹姐 又有點像李鳳星之外 可能還有另一個前輩 除柳仙的元素在裡面 不過梅劍仙 在電影裡 並沒有唱過 再折長亭柳 所以就算有人問 金箍是否 她也不會承認 我記得小鳳姐曾經 為了動畫籌款 用她自己平時唱歌的聲音 去演 妖蠻公主岸駕馬 做公主 好多人都嚇一跳 有些失望 有人說 本來想聽小鳳姐 唱紫喉是怎樣的 其實 用瓶喉去唱紫喉曲 《回劍仙》一早就有了 在電影裡 《回劍仙》 是以瓶喉去唱 《一代天嬌》的 哪一段 Ka hidmaru 愛比盛富嬌 似虧居 被盛富嬌 過峽上山行橋 憑蘭遠眺 夜铃 蕭蕭蕭 這一段 其實 其實其他人唱這段應該是紫後曲 愛避性扶嬌 似鬼釣 避性扶嬌 過合上山下橋 憑難遠跳 以令潮潮 他以為他唱了幾句 其實除了以上提過這三位前輩之外 講起比較出名的女文武生 應該還有一個梁無相 不過如果梅劍仙這個角色裡 真的有來自梁無相的元素 或者梅劍仙和妹妹之間 是容不下近欲流 大家如果想知道為什麼 可以查一下梁無相女士的資料 請問一下梅劍仙